鞋子极限属性跟150的没区别 腰带的话是一个高防御99防御 熔练以后光芒时的腰带 帽子无级别光辉 有一个特技光辉 有一个特技磁行 武器的话高双摩奈双加 衣服的话中和属性低磁行补度 衣服的话 项链的话是最极限的 241极限它应该239 325加上22 18乘以6 减108 减108 出零是239 没有记错 这个是69级的巅峰法系 这个法系应该也不太存在被超越的可能了 像这你可能跟它低几点 跟它灵力差不了多少 你顶多能超过它2点灵力 衣服你不可能比它好 武器的话有可能比它好 因为它武器的伤害不用不是特别高 有可能好 因为前几年不是出个凝制的吗 老板这个老板说他对那个凝制武器不感兴趣 因为他觉得凝制武器没那个好 但是其实综合测算的话 属性是差不多的 但那个那个多个特技 但是话又说过来 一个存C位的输出 它是不需要背特技的 特技呢是让队伍里的辅助来背的 他去擂台怎么样 他去擂台打不过别人 4899的血 一刀不得直接干飞样 他打高等级的打不过 69级不太擅长玩擂台 玩擂台就掉价 而且他身上只有6只宝宝 69级女拔木还没有舍卵 他打109级最极品的百级十三套也不太好打 因为你想想他这种 你抗风再高 你的法房在这摆着呢 人家连拉虚迷就能给你冲掉了 打109级也是不好打 但是给他的无级别装备套在175 套在109级号上就厉害了 咱们的手速非常快 发现了一个69级非常无辜的小恶伴 咱们的套装果然不白给 直接上号 直接就点 直接就出了个炎毛神套装 有人说用自己打自己 他俩不是一个福气 一个彩云之男 一个2008 有炎毛神面上卡 兄弟们看我一招能砸到多少血 他是魔王 魔王只能三位真火了 来一刀 4735 一个69级的法系秒了 1000多血啊 咱们打一个高等级啊 打109级五开 咱们一定是打不过的 对面跟我说了一句话 可能是类似于欢迎王总之类的啊 好了啊 等会给包米帝的扛包子的号下了 这顾商他对于NPC的伤害是有加成的 所以说这种五开门派一旦打打我本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特别在挫啊 对面虚迷109级炸虚迷的炸500血他们的虚迷都带法术的啊 我就说不能上了一台上了一台会被吊架 109级虚迷都把你冲掉了啊 咱们看能不能秒一把 秒一把啊 秒成功了啊 还行很有排面 秒了四个一千 运气不太好 三把包没出啊 好了挂机就行了 给老板号下了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资源没有干的啊 这种号你现在不下的话 等会你就舍不得下了啊 号毕竟太强 两个号一千多万往那一挂啊